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变了18岁小龙女吴卓琳日前在加拿大与30岁网红女友一同拍片哭穷 公开向爸爸成龙喊话要求经济援助 又指控妈妈吴启力共同 引起极大话题 5日吴启力的经纪人兼好友香港媒体人艾文在微博发掌文 表示吴卓琳在18岁前都与任何一个中学生没有不同 爱情的降临改变了一切 香港媒体也报道 去年吴卓琳自残住院时 成龙曾经一度想去探望女儿 却因为担心消息走漏而临时喊停 吴卓琳经纪人艾文在文章中说 他在吴卓琳16岁时认识他 当时他跟一般的中学生没有两样 吴卓琳还曾经用打工赚来的钱 买丝巾 手链 生日蛋糕送给妈妈 也曾说长大后要给妈妈买栋大房子 但是等到吴卓琳爱上了一个30岁却没有正式工作的网红之后 一切都变了 吴卓琳拒绝上学 有气走家庭教师 吴启力送他到泰国旅行 又以死相逼闹着要回香港 爱文在文章说 他看到自拍段片中的吴卓琳 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也好像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actor 他被什么改变了 他被谁改变了 香港媒体也报道 去年吴卓琳一度自残住院 爸爸成龙曾经非常关心此事 有朋友建议成龙不如直接到医院探视 但成龙希望此事能够做到完全不被外界发现 最后还是担心消息走漏 终于不了了之 张静颖今晚北京开唱 自曝诱尔间歇性失聪现场数路哽咽 新京报快讯 记者扬唱 魁伟三年 张静颖以最本真的方式开启 2018真相世界学会演唱会 首场北京今晚于凯迪拉克中心正式启航 在现场 张静颖一连带来了我们说好的等多首经典歌曲 并向观众倾吐心声 称自己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多好运气 大家叫了我这么多年海豚公主 但我其实从来没有公主命 很多时间我需要说服自己 我的阳光在哪里 我的快乐在哪里 所以每当遇到问题 我不会第一时间爆发情感 我需要音乐让我安静思考 接下来要往哪里去 演唱会开场 舞台上呈现出暗黑神秘 荆棘丛生的中世纪戏剧风格 张静颖从顺流而下 Fighting Shadows The Diver Dance 等几首高难度歌曲开始 瞬间把观众的视线 从现代穿越回中世纪的时空 而接下来深入人心的张世情歌 如果爱下去 想你 0.01分 如果这就是爱情等更引来全场大合唱 演唱会取名真相 张静颖也动情分享了不少自己的真相故事 2008年或者2009年的时候 我的右边耳朵会见些信听不见 刚才在场之大调的悲伤时候 我又听不到了 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在舞台上唱歌的机会 最近一段时间 张静颖的感情生活再次受到外界关注 在今晚演唱剑戏 她多次哽咽 有感而发 这两天彩排的过程 我有两种极端的感觉 今天凌晨我站在同样的位置 我想的是这是我人生最精彩的结束 但是刚才开场我躺在台上的时候 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荣幸的继续 在唱完终于等到你之后 她也感恩歌迷 我并不想成为英雄 我只是想从唱歌中找到一些快乐 谢谢你们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一直陪着我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排点粉丝破译的谢娜安徽网综合讯 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获得第一个累计粉丝数量达到1亿的微博账户 和粉丝数最多的微博账户两项称号 当场获颁了两个吉尼斯证书 排点粉丝破译的谢娜 上个月谢娜微博粉丝数量正式破译 成为首位达到1亿粉丝的中国明星 谢娜能进入1亿粉丝俱乐部 多亏了超过6000万的女粉丝 其中还有3600万是22岁以下的小姐姐 果真是实力圈粉 排点粉丝破译的谢娜谢娜时尚或粉无数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排点粉丝破译的谢娜谢娜在微博发文 宣布创立时尚品牌 还以自己的名字给品牌命名为那样 谢娜分文称 三年前我曾去清华大学参加了服装设计专业的作品发布会 那是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年轻设计师的朝气和对设计的热爱 而今年初我收到了UNI Class的全球创意无极限计划 获得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 Domas Academy的全额奖学金 在学校里我也看到了非常多来自全球有天赋有理想的年轻人 有许多世界知名品牌也会到他们中间来寻找新的灵感 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习到很多 今天我和UNI Class创立那样Nayon品牌 给这些年轻设计师提供一个平台去大展拳脚 跟我一起走近那样Nayon一起去关注他们 并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吧 那样Nayon就是没有条条框框 又冲进 想到就去做 谢娜之爽获粉 无数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排点粉丝破译的谢娜 谢娜在某综艺节目中调戏完孙杨又调戏林更新 然而谢娜在最近一期节目中被设计师反问 那姐会穿秋裤吗 于是谢娜开始讲述自己的初到心酸史 自爆拍戏曾穿七条秋裤碧寒 并且拍戏两月都没洗过 节目中 谢娜自爆在N年以前的冬天 他在横店拍戏 为了碧寒穿了七条秋裤 然而设计师们看不下去了 七条秋裤 你是怎么套进去的 你是把丝袜当秋裤了吧 奈奈一本正经的回答 因为当时穿的是古装 所以是可以盖住的 谢娜还形象的描述 秋裤已脱下来 可以自己站住 谢娜青春或粉无数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盘点粉丝破译的谢娜 谢娜通过微博 晒出一张多年前的黑白证件照 并写道 那年我十七岁 想成为像拱力那样的演员 现在我十八岁 成为了像谢娜这样的主持人 照片中 谢娜扎着麻花辫 素颜青春漂亮 而另外一张是近日录制节目时的美照 她穿着银色蕾丝上衣 面容精致 笑得很甜 网友看到照片后 纷纷留言称 鉴定完毕天然美 也有网友调侃称 一岁之间 别样沧桑 更有网友称 好羡慕你的年轻 我都十九了 谢娜性感或粉无数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排点粉丝 破译的谢娜谢娜 微博晒出一组春花裙 练一字马的照片 画面里的她心情大好 裙子更是直接开到大腿根 谢娜可爱或粉无数谢娜创吉尼斯记录 排点粉丝破译的谢娜谢娜在微博中晒出两张昔日留短发时的照片 并写道 哇 翻到两张曾经短发的我 照片中 谢娜穿橘红色衣服 留短发 脸上抹回变身小花猫 还做出可爱的表情 给人萌萌哒的感觉 网友评论道 帅气的一面 像叫老公了